好 这几年华人在美国积极投入购买房地产的行列 不过有一些民众把房屋出租之后 房屋却被不法分子拿来种大马 那么如果房屋因此受损 这投保的房屋保险会不会理赔呢 今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华星保险的资深保险专员 将为观众朋友来详细解说 因为这些集团他们来租了这个房子的目的来种大马 他们其实会破坏这个房子相当大 当然他们所做的不是恶意说 是要故意把你的东西不喜欢这个房东 然后把东西拆坏 但他们是因为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来种这个大马 他们会把你的墙壁拆掉扩大空间 他们会把天花板拆掉 装他们的风扇 装他们的灯光 那每一个我们见到的案子 基本上他们都会去偷电 他们会把这个整个电路拆坏掉 因为他们的用电量非常大 那很多的这些大的保险公司 他们的保单内有了这个条文 如果说在这个房子因为非法种植东西 或者做毒品 或者养非法的动物也好 这种非法的行为造成房子的损失 不管房东知道或者有没有控制之下 保险公司拒赔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以往我们都都了解房屋保险会赔 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现在很多公司都都这样子提醒了 所以特别要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